8月17日,台媒报道了一则噩耗 男性艾成于上午10点左右坠楼身亡 年仅40岁 此事让许多人倍感悲痛 据悉,艾成坠楼地点是卢州捷运站旁边的一栋大楼 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 初步推测艾成是从7楼厨房后面的阳台坠落的 虽然楼层不算太高 但由于落地时伤及要害 艾成已经当场死亡 没有送往医院 目前警方已封锁案发现场 至于艾成是否自杀 仍在调查中 他的家属暂未接听电话 经纪公司的人回应称 艾成就像我们的家人 大家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处理艾成后事 也恳请各界给予王童空间时间 此消息溢出后 不少相关媒体都开始想办法 联系艾成和王童的经纪人 想要了解到事情的发展 虽然妻子王童目前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他的经纪人却表示 目前正在了解详细情况中 并未否认艾成坠落的消息 40岁的艾成出生于马来西亚 多年前他到台湾发展 成为第二届超级偶像的冠军 在歌唱与演戏等方面都很有天赋 后来还主演了《新兵日记》 《风水世家》等剧 他在台上总是笑容灿烂 让大家看到自己开朗乐观的一面 私下却经常被焦虑症 抑郁症折磨 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每天都要吃五六颗药 才能缓解负面情绪 好在他有一位很体贴温柔的爱人 王童 王童曾以孙兴 黄少奇等人 主演过多部影视剧 他这么多年来都陪伴在艾成身边 两人于2020年喜结连礼 终于修成正果 获得圈内外的祝福 7月28日 艾成刚与娇妻王童庆祝了两周年 在这一特殊的日子 他发文称 大家都要像我们这样幸福哟 夫妻俩在烛光前 满脸都是笑容 恩爱感溢出屏幕 艾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爱是人世间最难的功课 也是最容易的功课 爱他吧 你就会得到永恒 如今再来看他生前写的这句话 让不少粉丝失了眼眶 纵使生活有百般不如意 但艾成觉得他和王童的爱可以抵消世间万难 他也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经常鼓励自己和粉丝好好活下去 艾成坠楼身亡的消息 令人悲痛之余也十分意外 毕竟7月底的时候在社交平台 晒出和老婆的亲密合照 庆祝两人结婚两周年 当时谁可能想到 幸福的三口之家 这么快就会缺少了一个主心股 成年人工作有压力很正常 可艾成有这么一位温柔似水的老婆 家庭生活很幸福 为何会突然去世 有人认为 艾成突然去世 可能和这几年投资失败 负债百万有关 2017年艾成积极投资餐饮业 赤资两百万开了多家店 试图将家乡的美食推广出去 然而 这几年餐饮行业不景气 艾成亏损严重 欠债约五百万 对此店里入不敷出 艾成名下多家店面倒闭 如今只剩下一家 对此 艾成因为太焦虑 心中机遇 在唱歌的时候都会头晕 血压飙升 因为怕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都不敢闭眼睡觉 他为餐饮店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血 甚至暂时放下了眼欲前的视野 专心搞赋业 接二连三的打击 让他不堪重负 积蓄约所剩无几 还负债累累 他便和老婆搬到 卢州捷运站附近租房子住 日常只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艾成的个人简介里 表示唱情歌就是他的呼吸 生命 血液里流动的都是充满回忆的歌曲 可见音乐对艾成来说无比重要 可以说是信仰的存在 现在艾成突然离世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记住他的作品 也希望艾成家人早日走出阴霾